减肥可以 但是咱们千万别沦为黑作坊小诊所的刀下羔羊啊 315临近 很多消费者都关注 今年的315晚会 我们要接哪些行业的黑幕啊 大家知道吗 医疗健康领域 美容领域 这绝对是重灾区 过往五年都被点名六次 可谓是年年上榜 尤其是今年 我们特别得提醒广大好朋友 春节党有个影片热辣滚烫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 即便你没看这个影片 我相信大家一定 惊讶于甲铃的减肥之路 确实啊 原来甲铃是非常的胖 甚至最胖的时候 听说有278十斤 可是为了拍这部电影 人家减肥了100斤 离开公众视线 一年之后再次出来的甲铃 真的是丑小鸭变成白天鹅了 虽然今天网上有很多人质疑 她但是架不住广大女子的爱美之心啊 身边有很多好朋友 受这个电影 受假人减肥的刺激 现在就要报班 去健身 去学打拳击了 也有很多人说 我哪怕不能像人假人那样 一年减100斤 但是我能减个几十斤也行啊 本来很多女孩都爱美 都爱减肥 再加上这部影片的刺激 身边真的有很多好朋友 都在减肥 但是我们特别提醒大家 减肥是要有科学方法的 不能一蹴而就 不能过于追求瘦 尤其是有一些减肥方法不可取 甚至有些黑人所你千万别去啊 比如说有些女孩觉得 你说减肥吧 挺好 但是节食太痛苦 健身太累 怎么办呢 她们想到了吸质减肥 太简单了 把你这个肚子上的脂肪 统统给你抽出来 一台手术之后嘛 你就减了个五斤十斤的 一点都不痛苦啊 花点钱就得了 可是抽脂减肥真的安全吗 尤其是很多人 可能是为了图便宜 可能是经朋友介绍啊 去了一些没有资质的诊所 进行抽脂减肥 结果命都丢了 前两天就有一则新闻说 有一个40多岁的女士 都已经生了三个孩子了 但是呢 她感觉自己过于肥胖 趁丈夫出差的机会呢 她自己偷偷的 到了朋友介绍的小诊所 进行抽脂减肥 手术之前呢 是需要麻醉的 在整个手术过程之中 实际上已经出现了意外 但不知道为什么 麻醉师 护士 医生 继续进行手术 最终 这个40多岁的女子 没有从手术台上下来 她死掉了 她离开了 她的丈夫和三个孩子 她只不过就是为了减肥而已 所以我们特别提醒各位好朋友啊 医疗健康美容领域乱象特别特别的多 以往每一年315晚会都要进行大量的报道和揭黑 而我们作为个人 如果你要找医疗机构 一定要找那些合法的 正规的 千万不要听信朋友的介绍 到了人家的黑手术台上 你是有命上 没命下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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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